塔利班短短一天就违反了诺言 原本答应为前往机场的人开通安全通道 可是美国指控塔利班阻止阿富汗人到机场 机场外围也不断地传出了枪声 撤侨行动越来越严峻 美国总统拜登终于改变立场 表明只要还有美国人滞留 美军会继续留在阿富汗 就算过了8月31号的撤军限期也在所不惜 这里不是战区而是喀布尔机场外围 过去几天大批阿富汗人涌到这里 想要逃离塔利班政权 当中不少人根本无法出示旅游政见 也不是被撤离的对象 每当驻守机场外围的塔利班成员打开闸门 一堆人就冲过去 所以对空鸣枪的声音已经成为常态 塔利班打人赶人也不是新闻 塔利班原本答应会开通安全通道 让所有想要离境的人前往空港 可是美国国务院发现 过去一天通行无阻的似乎只有美国公民 美国表明会持续沟通 确保任何人只要前往机场都能够一路顺畅 五角大楼承认美国至今只撤离了5000公民 和每天撤走9000人的最高目标相差很远 即使前往机场的道路面对重重关卡 可是美军也无法派人到城内接美国公民到机场 我们必须要确保护 我们必须要确保护 但也要确保护 我们必须要确保护 因为有很多危机 在地球上 在地球上 我一定不想要确保护 任何人能令到更安全的 而我们不会做的 外界抨击 忽视情报 规划不周 执行混乱 是美国这次仓促撤退的最大原因 而且也违背了美国总统拜登 宣扬的美国重新回归 不只和前总统特朗普时代一样孤立 而且还更混乱无章 拜登依然坚持 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类似的混乱 美国不可能在毫无混乱下抽身 专家认为 要在91120周年前 完全撤离阿富汗 不是出于实际考量 更多是拜登 为了要做好门面 才划地自线 如今已经被反噬 在阿富汗夺权后首次记者会 拜登发表 被指冷酷无情的辩白后 他终于表明 就算要超过8月31号的撤军限期 只要还有一名美国人滞留 美军都会留在阿富汗 总统愿意为了美国人 打破自己设下的限制 那么又愿意为 和美国合作的阿富汗人做什么 塔利班在机场外的哨战 已经让这批随时被报复的阿富汗人 难以抵达机场 一些人的移民签证 还在跑繁杂的官僚程序 所以要求拜登政府放宽限制 让他们在还有机会离开时 撤出这个危险地 拜登正在面对帝国墓园的审判 数以万计曾经为美国服务的阿富汗人 也恐怕会成为另一批被帝国抛弃的遗孤 还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